陆霞克见状 刚想拉过身前的陈雨琪等人 跨过尸体继续逃命时 眼镜男力声喝止了他 小心点有电 陆霞克听罢 刚刚伸出去的脚立刻缩了回来 此时身后的狂笑声越来越近 伴随着急促的呼吸声 眼镜男告诉众人接下来自己的计划 首先两个女生跨过尸体 千万不要触碰铁轨 踩着空地继续往前跑 然后自己和另外一个男的留在这里 边退边牵制眼诱那些疯子出电 说完眼镜男看着陆霞克询问道 我一个人做不到 你会来帮我吧 陆霞克听到这句话 眼神坚定的点头表示 那当然 当陈雨琪和刘敏 前脚刚小心翼翼的跨过尸体 避开铁轨 通过岔道口进入左边的隧道后 后脚身后那几个大笑的疯子 就已经追了上来 眼镜男这时解下背包 提醒身旁的陆霞克 主要目的就是眼诱那几个疯子 接触到尸体和铁轨 但千万注意自己不要碰到铁轨和尸体 现在后撤 就那样 陆霞克一边跟随眼镜男的步伐 极为谨慎的避开地上僵直的尸体和铁轨 一边紧张的注视着不断靠近的狂笑疯子 深吸一口气 陆霞克的额头不见冒出层层冷汗 到面前了 第一个冲在最前面的大笑疯子 无视尸体 如同疯狗一般踩着尸体扑了上来 眼镜男瞅准机会 挥舞背包将扑来的疯子打翻 后面的疯子也因为冲进太族没杀住车 被第一个摔跤的疯子绊倒 接触到尸体和铁轨的瞬间 伴随着一股难言的恶臭 两个疯子的笑声戛然而止 只剩下了两具僵直的尸体 陆霞克健壮 胆子也不由得大了几分 可就在他身腿要踹扑来的另外一个感染者时 旁边看到这一幕的眼镜男大声喝止 他让陆霞克动作不要那么危险 用吉他砸他们就行 边打边退 陆霞克听闻却摇着头为难道 这把琴可是限量款阿尔达米拉M3000 M3000啊 为了这把琴自己从来都不坐飞机不拖运 M3000怎么能 然而陆霞克的话还没说完 又一个感染者扑了上来 陆霞克下意识的伸脚踹开 而当他落脚的时候 差点踩到一边的铁轨上 眼镜男用背包又一次打翻一个感染者后 气得几乎骂了出来 如果感觉吉他比命重要 那就继续保护你的吉他吧弱智 陆霞克冒着冷汗 努力稳住身形 有些心疼的摸向了身后的吉他 不过突然像是想起来什么一样 陆霞克兴奋的告诉眼镜男 还有东西 说着陆霞克掀开衣服 从腰间解下了便携扩音器 抓着腰带抡圆了 砸在了扑过来的感染者头上 就那样 在边打边退之下 陆霞克和眼镜男逐渐退到了插道口后面 可这时令人奇怪的一幕也出现了 之前差不多有五六个感染者被打倒后 接触到其他尸体或者铁轨直接电死 而剩下的几个 仿佛意识到了些什么 居然停在铁轨边没有冲上来 眼镜男见状 有些疑惑的自言自语道 看上去这些不像是丧尸呀 他们难道是在思考 陆霞克瞟了一眼眼镜男 有些得意的嘲讽说 之前不是说21世纪不可能有丧尸吗 咋了 现在先了 眼镜男深吸一口气 示意陆霞克闭嘴 然后眼镜男开始和对面的几个感染者沟通 可眼镜男只说了几句话 一个感染者就大骂着不堪入耳的脏话冲了过来 这一次他仿佛注意到了铁轨带电 特意避开了尸体和铁轨 可就在他马上要穿过插道口的铁轨时 眼镜男和陆霞克同时出手 分别挥舞手中的背包与扩音器 冲着感染者砸了过去 于是铁轨上又多出了一具 脸上滞留着诡异笑容的僵硬尸体 见到这一幕 对面几个感染者仿佛歇斯底里一般 大骂着来回徘徊 甚至有几个愤怒到开始疯狂的 删自己的脸来发现 陆霞克见状询问眼镜男 实在不行先撤吧 看这些人一时半会儿 应该是不敢追上来的 可眼镜男却摇着头否定到 这些疯子已经意识到了 这部分铁轨有电 假如不干掉他们 他们一定会避开障碍物跟上来的 没有这道保护 只有他们两个男的 肯定打不过这些疯子的 听到这些陆霞克有些无奈 但这些人看上去也不敢过来呀 怎么才能让这些疯狗 说到这时 陆霞克突然心生一计 然后他拍着自己的脸 开始挑衅被铁道拦住的几个感染者 有种就过来呀 之前不是想追吗 现在追到跟前 怎么又不过来了呀 看到这一幕的眼镜男 不禁翻了个白眼 对面又不是小孩 怎么可能说几句就冲过来 可谁知 对面的几个感染者 听到陆霞克的嘲讽 原本狂笑的脸 逐渐变成了猙獰的愤怒 本就冲雪 仗着通红的面颊 此时如同乐队一般 眼球瞪得突出 仿佛随时都会脱落 接着 就见剩余的几个感染者 叫骂着极度肮脏龌龊的词汇 不要命地冲了过来 陆霞克见状 扔掉手里 已经残破不堪的扩音器 拽出带着铜头大铁扣的皮带 向着冲来的疯子砸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气喘吁吁的陆霞克和眼镜男 互相搀扶着坐在地上 二人面前的铁轨上 几乎满是僵硬的尸体 不知道是不是导电减弱的原因 最后一个感染者 居然倒在其他尸体上时 最后都砸烂了 里面已经破烂不堪的 笔记本电脑和一堆文件 全部都掉了出来 我们好像杀人了呀 陆霞克到现在 都有些难以置信 自己刚才经历的都是真的 眼镜男默默地摇了摇头 没有回话 他以前做的事情都是救人 杀人倒真的是第一次 正在这时 陆霞克注意到了 掉落在一边的眼镜男证件 他好奇地拿了起来 只见上面写着 杨和修 东江C市联合医院 没想到你还是个医生呀 陆霞克到 眼镜男点点头 然后从陆霞克手里拿过证件 看着气爬起身 开始满地寻找 掉落的资料档案 医生的力气都这么大的吗 陆霞克继续问道 杨和修检查了一下背包 确认了真的不能再用后 丢到一边回答说 他是骨科医生 每周都会去健身房锻炼几次 正在说话间 隧道里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陆霞克和杨和修顿时紧张起来 还好 最后从前面隧道里 跑出来的是陈雨琪和刘敏 他们看到陆霞克和杨和修 也松了口气 这么久都没见到人影 他俩担心别是出了什么事情 就想着过来看看 然而杨和修却摇着头 批评陈雨琪二人 太傻了 如果他们出事了 两个女的过来也帮不上啥忙 只是来送人头罢了 可陆霞克却安慰陈雨琪 别听那些 毕竟现在地铁站 谁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接着往前跑 说不定危险更大 陈雨琪无奈的怂了怂肩 随后告诉了陆霞克二人 一件算是不错的好消息 他们刚才在前面的隧道里 听到了广播 地铁中控室好像没有沦陷 里面的工作人员 通过监控摄像头 注意到了他们这几个人 最最关键的是 那个工作人员告诉他们 前面的环河路站台是安全的 他们可以在那里休息 安全怎么可能 陆霞克和杨和修都有些不太相信 然而当他们来到环河路站时 除了一辆停泡的地铁外 敞开的站台玻璃门中 居然真的没有任何大笑的疯子 不过其他环境和之前的站台 没有太大的区别 依然是遍地的尸骸 惨死的肉体 特别是那辆停靠的地铁 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燃血的铁罐头 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列车长的人 脑袋卡在门里 已经被反复压得变形 原本的扶手上 挂着一个个残破不堪 甚至都看不出哪一部分的人体组织 地板一踩上去 感觉随时都会被满地 红褐色的枝叶花倒 如同没有晾干的衣服那样 有些挂在上排的人体组织 还在不停地往下滴血 空气中充满了令人作呕的血腥味 座位上被蹂躏过的石块到处都是 在路过一具 只剩下残破躯干的尸体时 路侠客皱着眉头 询问周围的几人 没记错的话 地铁里应该不能带危险刀具啥的吧 那些疯子是怎么做到 把人整成这样的 杨和修叹了口气 告诉路侠客 虽然不想承认 但在正常情况下 只要避开关节 撕裂皮肤 人类是有能力手撕同类的 而想要搞开皮肤 正常人类的咬合力就可以做到 关键的是 杨和修现在都想不明白 这一切到底是丧失 还是其他的什么 恐怖行动的话 也不可能范围这么大 牵扯这么广吧 总之先到站台 看看手机有没有信号吧 确认周围 真的没有任何大笑的疯子后 路侠客一行人爬到站台上 打开手机试图报警 然而每个人都试了一遍 报警电话居然一直处于忙碌的状态 看来这糟糕的一切不仅仅发生在车站 正在杨和修询问陈雨琪 他在隧道里听到的那个广播到底是怎么回事时 站台里传来了播报声 喂 听得到吗 听得到的话 冲着你们左边斜上脚那个摄像头点点头 陈雨琪等人听吧 立刻寻找摄像头 然后点头回复 听到这话 杨和修立刻转头打开电梯 不知道算不算是幸运 电梯里面没有任何的尸体和血液 按照广播里的声音 杨和修等人按下了电梯中的求救按钮 广播里的声音这一次换到了电梯中 那头的人表示 自己是地铁中控室的知情人员 陈雨琪他们真的很幸运 因为那个人通过监视器 看了很多隧道和站台的监控 可以说基本都变成了人间炼狱 无一幸免 目前只看到了陈雨琪这几个幸存者 而且因为环和路偏远 这里的站台小 一些外逃的幸存者 外加自己用广播引用 那些感染者几乎全都追了出去 关上防洪门后 可以说环和路已经是地铁线路里 最安全的一个站台了 说着 中控室中的那个知情人员 无奈的看了一眼自己旁边的玻璃 杨和修听完这些 连忙询问对方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地铁线路已经全部都沦陷了吗 地铁线路 何止是地铁线路啊 我这边监控看了一些外面的情况 只能说我能看到的所有地方 都是这个屌样子 你们如果能自己拿手机上网看一下 说不定就能明白了 对了 这个站台并不是一直安全的 因为地铁线路里出现了不止一次追尾车祸 所有的线路几乎已经全部停止了运作 而隧道里可以说全部都是那些 全部都是那些杀人为乐的疯子 他们有些在隧道里没有方向的乱跑 说不定过一阵子就会有人到达环和路站 总之小心点吧 杨和修这时询问值班人员 那怎么办 报警电话根本打不通 等在这里和接下来在隧道里走都是找死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呀 别急 我不敢保证你们百分之百能活下来 但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给你们提供帮助 首先出了电梯 你们直队的方向有一个饮料贩卖机 贩卖机旁边应该可以看到一个警用英奇装备箱 密码是9527 打开之后里面应该有防爆盾和警棍 本来电梯旁边就有一个消防英机箱的 里面有消防服 但我在监控里看到好像已经被破坏了 里面的东西都被人拿走了 所以你们就先拿着防爆盾和警棍吧 然后其实我不是很建议你们出去 毕竟我所知道外面的情况和地铁里都差不多 现在我有几个选择给你们 一是我关闭站台的门 尽可能保证环和路站相对封闭 你们在这里等待救援 二是继续往前走 前面隧道里有一个设备管理室 通过门键可以到达风景口 在那里可以到达室外 而且是郊区人应该不会太多 对了还有一个就是你们继续再往前走 差不多再走两个站台的路吧 有一段隧道的出口就在山林外 这条线是机场线 这两站光是坐地铁都得二十多分钟 走路的话估计要很久很久 总之看你们吧 在众人思考到底该怎么选时 陈宇齐有些好奇地询问对面的工作人员 他怎么没有逃离啊 名叫徐海水的工作人员 听到这句话后叹了口气 回答说自己估计是不可能出去了 与毕 徐海水默默地看向了玻璃窗外 此时地铁控制室外的大厅里 几乎挤满了狂笑的疯子 有几个浑身赤薄的感染者 一边用手里的扳手敲打玻璃 一边如同舔冰棍一样 趴在控制室的玻璃上贪婪的舔士 身后的铁门也在不断传来 令人头皮发麻的撞击声 这里曾经是整个地铁线路中 客流量最大的地方 现在却变成了整个线路中 最令人绝望的地域